机车在巷弄间骑行 突然眼前出现一个 载着一堆纸箱 连安全帽都没戴 骑车逆向的阿嬷 不只机车骑士被吓到 就连阿嬷也赶忙煞住机车 但就在两秒后 阿嬷再也撑不住重量 往旁边重重倒下 旁边经过的机车 差点就压到阿嬷的头 骑士见状吓洒 寒路人赶紧来帮忙 事发在台中大理 从事自愿回收的阿嬷 正要载着满车的纸箱去卖 疑似因为车身太重才会煞住货 抓不住而倾倒 连阿嬷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但邻居说阿嬷危险骑车 已经见怪不怪 他比较长没有戴安全帽 他本来骑车就乱骑了 捏起行车纠纷发生在彰化 在狭窄田间小路 黑色轿车和一台机车 在无法搓车的单线道上 互不相让 两人大眼瞪小眼互瞪了一个小时 最后更报警处理 宛如黑洋与白洋的故事 后面被堵住的车辆 只能想办法绕路 阿嬷也是没用 他也是没 但是我没听到 来回就差快二十分钟 黑洋与白洋 只要其中一人往后退几步 就能够避免争端 不用浪费自己 与无辜用路人的时间 记者陈胜伟 廖俊杰 陈正茂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